有那可达鸭头子那个什么玩具吗 我要再下一单能不能有鸭子呀 我不知道呀 怎么知道 鸭子里边就一百个里边就有数 一百个里边就有数 一百个里边就有数吧 就没数吧 近日肯德基与宝可梦联合推出的一款可达鸭音乐盒走红网络 该玩具是肯德基限量发售的儿童套餐赠品 随着可达鸭的爆红 肯德基多加门店端货 网络上甚至出现带吃和炒作价格的现象 5月25号记者在北京一家肯德基门口看到 不少人前来购买儿童套餐 店家直接摆出了玩具套餐专用二维码 供民众扫码下单 这不就是儿子想要 你儿子多大了 儿子大事都很 买一试试 儿子去那一店一看没有 说一天一会儿就买完了特别快 所以就扫到五百块钱 儿童套餐的价格从双人餐69元 到家庭桶109元不等 店员介绍儿童套餐的玩具有三种款式 可达鸭是其中之一 随机抽选 线下一压难求 线上却销售火爆 在某电商平台 记者看到有不少单卖可达鸭玩具的店铺 在某二手平台 还有可达鸭带吃套餐服务 即帮助买家购买 带吃套餐后寄送玩具的服务 消费者究竟为何如此追捧这款联名玩具 为何会出现带吃现象 专家表示 消费升级以后 大家确实对于食物消费 目前已经是在一个瓶颈地带了 那么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 还在一个爆发的阶段 可达鸭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品 尤其是目前在这个疫情期间 不少的人都减少了外出活动 是吧 所以他对这种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 就变得更大了 记者发现肯德基在今年年初就曾因为在套餐中加入联名款盲盒 引发消费者带吃而被中销鞋点名批评 此次可达鸭带吃卷土重来 这是否是肯德基明知故犯 而其降低可达鸭抽选概率又是否是饥饿营销呢 他作为一个特大型的这个餐饮企业 不能够说一再而再而三地去进行一些违规的一些炒作 那我觉得上次的中销鞋的警告 其实来说应该会让他要有所调整 但是事实上来说 他并没有接受这个中销鞋的这个建议 还是以意孤行明知不犯 他第一是接用营销 第二如果他的几率偏低的话 大家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会增加消费的一个评刺 而去增加这个获得的这个机会 这个是属于这种诱导式的这种消费 我觉得这个是不妥当的 肯德基应该更多的要践行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也建议消费者理性消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